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上好 欢迎收看11月1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芝加哥19号发生了枪击案 现场是一家医院 一名警员中枪重伤 情况危弹 据报枪手也中枪被捕 目前未知枪手的作案动机 警方正在现场仔细搜索 确保枪手没有同伙 医院部分地区已经疏散 警方也呼吁民众远离现场 当地警方也称 目前还并不知道实际的伤亡人数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 就是已经入夜的芝加哥 那么在发生枪击案的 这个医院的附近 现在是有多辆警车在驻守 也是对医院的内外 进行更多详细的搜证 那这一次美国报道就称 说芝加哥的是慈爱医院 它附近出现了枪手 并且有多人被击中 报道也说当地时间的是 在周一下午 在芝加哥南部附近 这一所慈爱医院 是发生了一起活跃枪手袭击事件 已经有大批的警察赶到了现场 那有一名目击者就表示 说枪击案发生时 他是刚好过马路 隐约听到了有至少六到七声枪响 一开始他以为是附近的工地 发出的声音 而芝加哥警察局发言人 在案发之后也表示 说这起枪击案当中 已经有一名警察中枪 并且是伤势严重 另外根据了解 有大约六人中枪 其中可能也包括枪手 发言人也说 袭击庄中有多名受害者的报告 可能至少有一名犯罪犯 被警方击毙 而警方也发出了紧急通知 要求民众要远离医院 及附近的地区 另外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 制裁一名南非籍男子 认定这名男子帮助朝鲜 获取石油及燃料 违反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 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 认定俄罗斯出生的南非籍商人 弗拉德连 直接或间接代表 维尔默管理公司行事 提供规避美国制裁的建议 因此依照美国制裁条例 对其进行制裁 同弗拉德连相关联的维尔默公司 在2017年8月时 已因为一家参与朝鲜能源行业经营的公司 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而遭到制裁 当时美国财政部认定 所设公司和相关人员 致力于为朝鲜购买燃料和汽油 美国司法部也在制裁公布的同时 对所设公司和个人提起诉讼 认定他们为朝鲜洗钱数百万美元 美国财长姆诺钦在声明中指责朝鲜 依靠犯罪分子和非法行为者的帮助 筹集和转移资金 姆诺钦调在朝鲜实现最终可核实的 无核化钱 财政部将对任何试图援助朝鲜政权 欺骗行为的行动者实施制裁 凤凰卫视王又又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硅谷之都圣和赛国际机场 先进增加了两趟直飞航线 分别直飞底特律以及墨西哥莱昂 墨西哥的沃拉里斯航空 是一家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从圣和赛到墨西哥莱昂的新直航 每周三和周六两班往返 由空客A320直飞 可以容纳179位乘客 飞行时间约3小时40分钟 墨西哥莱昂机场是前往旅游胜地 圣米戈尔德阿联德最方便的机场 以往湾区的旅客都不得不转机 而新航线则是既省钱又节省时间的选择 我们的话通常当然是最方便的为主 那如果可以当然是希望在山洋税飞 因为我们就在附近不用坐那么远的车到旅游三机场去 那对就那如果转机的话就是总是比较花时间一点呢 此外达美航空也在前一天开通了从圣河赛直飞底特律的新航线 航班于上午11点55分起飞 晚间7点23分抵达底特律 回程是上午8点42分从底特律起飞 上午10点55分抵达圣河赛 平均飞行时间约5小时 两地时差3小时 房红维持刘海平圣河赛报道 第13届加拿大中国电影节近日在温哥华举办 电影节由中加两地演艺协会联合主办 促进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 也给新电影一个展示的窗口 加拿大中国电影节开展已有13载 并获得众多中外机构的支持 对此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李氏胡小说 通过这种电影的交流呢 我希望能促进中加这方面 在电影方面的交流 以及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友谊 加拿大中国电影节为支持 华语经典电影修复工作 这一届特意设立了最佳修复片单元 奖项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影片 《盗马贼》获得 同时这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首次推出的独立完成的4K修复电影 突破了原有的2K修复技术 通过这次的电影节 能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 推向加拿大 把很多优秀的中国早期影片 我们做了一个修复展 这个也是在这次电影节才有的 当晚多部青年导演作品获奖 如《Beyond the Line》 《海上旅人》《一朝至迪》 《星稀的三次奇遇》 《故事正在流传》等 提现出组委会对新生代电影人的高度关注 希望多一点的中国人 电影过来这边跟温哥华合拍 也都希望多一点的深圳的电影 他们可以来这边播放给大家看 颁奖典礼外 主办方还组织了电影欣赏环节 让大众共同欣赏参展影片的魅力 方卫视黄山 李玉敏 温哥好报道 一个名为《洪峰传奇》的颁奖典礼 日前在安省列治文山市举行 一共有六位对加拿大社会做出突出贡献 以及在各自领域里取得非凡成就的华人 受到了嘉奖 今年《洪峰传奇》颁奖典礼的主题是 你我同行 递传奇 表彰了六位鲁狱奋斗 贡献社会的杰出华人 他们分别是 在老年专科医护服务中 贡献突出的陈飞鹏医生 在骨壳健康研究方面 取得卓越成就的张曼慧 以多年教授排舞 来为不同机构筹款的 舞蹈老师徐瑞欣 医生用自己的投资所得 向多个慈善机构 捐出巨款的94岁的黄礼缓值 为促紧家中经贸 弘扬中华文化 做出贡献的参议员胡元豹 以及创办企业有成 并热衷于慈善活动的企业家 李文浩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 毕竟有很多大陆的背景的 企业家对社区 有做更大的贡献 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和任何一个地方来的华人 对社区贡献是一样大的 获奖人胡元豹表示 这些获奖人的事迹 反映出华人为加拿大 做出了功夫可没的贡献 不过他也建议华人 应该在政坛和政府部门中 更多地发挥自己的财干 我觉得越来越多 年轻的加拿大的华裔 他们对我们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治有更多的兴趣 我鼓励他们多参加 我们当选 还有其他的civil activities 因为是非常重要 由华裔网络协会主办的 这个颁奖活动已经19年了 所有获奖人的故事 都收编在洪峰传奇的艺术中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宴会 也能够借助这个表扬 能够令到加拿大人 认识多些华人 在加拿大社会里面 作出的贡献 和值得表扬的地方 方位记者腾无情在多多报道 好 国外国好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佛罗里达州18号完成中期选举的重新点票 选举官员经过近两星期人手点票 确认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即将卸任的佛州州长斯科特胜出 斯科特以50.05%的得票率 以大约1万票之差 击败争取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纳尔逊 斯科特卸任州长之后将投身国会 转任联邦参议员 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 祝贺斯科特当选 赞扬他是出色的州长 也将会代表佛州民众 成为更出色的参议员 落败的纳尔逊表示 他会继续服务民众 又引用已故前总统肯尼黎的话 呼吁民主党人不要气馁 另外 州长选举也因为得票太接近 而启动重新点票 结果共和党的德桑蒂斯 同样以些微差距 击败民主党的吉勒姆当选 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 不过近日一些火机产品 因感染沙门市军 被农业部召回 珍尼欧食品公司就已经召回了 91388磅的生火鸡肉碎产品 据农业部表示 检测的样品是今年9月11日生产的 剩下的产品已经被派送至全国各个地方 被召回产品的食用期限均为10月2日 但也有可能仍在消费者的冰箱里 调查人员警告消费者立即丢掉该产品 这也是第一期与沙门市军有关的召回 可能将影响到更多的火机生产商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今年感恩节期间 处理生火机时小心谨慎 注意卫生 在处理生火机后要洗手 清洗生火机接触过的器皿 切肉碗等 烤火机的温度要达到165度 才可以杀死沙门市军 美国两大实体零售商沃尔玛和Target 正在其店内推出新的移动结账系统 已迎接即将到来的2018年假期购物高峰 据科技网站报道 沃尔玛将在黑色星期五之前 将其Checkout With Me服务 扩展到每个超级市场 而Target最近推出的Skip The Line 移动结账服务 也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 此外在繁忙的购物日期间 还将在店内增加员工人手 沃尔玛的Checkout With Me移动结账系统 包括店员佩戴的一个装有蓝牙收据打印机的小提箱 以及一个既可以作为条形码扫描仪 又可以作为信用卡刷卡器进行交易的蜂窝设备 用户无需将重物拖到收音台 只需用手机扫描一下货架上的物品 然后就可以直接付款 而Target公司的解决方案包括 为店员配备专门的手持设备 他们可以使用该设备 扫描商品并处理付款 加拿大方面 近日加拿大发布2018年移民报告 关于2019至2021年移民计划 显然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 加拿大正在增加2019年和2020年的移民目标 并将延程其2021年的多年移民水平计划 为2018年至2021年期间 130万新永久居民的到来奠定基础 新的2019至2021计划 要求每年逐步增加移民招拿目标 在2021年达到35万个 2019年和2020年的目标 现已增加到33万0800和34万1000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表示 根据这一计划 加拿大将欢迎更多有才能的人 他们拥有加拿大经济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让更多的家庭成员团聚 并容纳更多希望重新开始新生活的难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量3D的短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一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护制核电 庆祝中法环境年正式启动 习近平在核电中指出 中法双方共同决定举办中法环境年 就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生态环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中方又同法方共同努力 同国际社会携手前行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马克龙则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也是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 法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引领世界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17年贫穷情况报告 贫穷人口有137.7万人 贫穷率为20.1% 也就是说 每五个港人中就有一人在贫穷线以下 较前一年增加0.2个百分点 而政府中原 高龄津贴 以及长者生活津贴等现金福利 以及公屋等非现金福利介入后 贫穷人口减至约72万人 贫穷率为10.5% 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重申政府在福利方面的开支 比五年前上升86% 否认政府愈扶愈贫 政府预计 未来几年高龄人口进入高峰期 贫穷人口将面临更大的上升压力 香港出现第二宗人类感染大鼠物型肝炎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指 病患为一名70岁退休女士 她是长期病患 自身免疫力不足 已痊愈出院 卫生防护中心心心心一证实 病患于2017年5月出现腹痛 头痛和心悸等病症 之后住院治疗并痊愈 病人当时采集的血液样本 对物型肝炎病毒呈阳性反应 香港大学之后 调查病人的血液库存样本 发现大鼠物型肝炎病毒 并在本月通报卫生防护中心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病人已记不起是否曾接触过老鼠或起排泄物 香港于9月出现首宗个案 两名患者都居住在黄大仙区 中心表示 会似乎情况进行防治鼠患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在科技股拖累下全线重挫 导致收盘下滑接近400点 经线守住了25000点的关口 住在区纳指时大却超过了3% 星期一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时开盘 就是抵抗低走 盘中导致跌幅加深超过500点 收盘时三大指数虽然是跌幅收窄 但是仍然是惨重下跌作收 影响市场的首先是大型科技类股 出现重挫走低 苹果公司在盘中跌幅是接近4% 一度进入熊市 那么收盘时列维的是有所收窄 苹果公司的总裁库克表示 今后的苹果iPhone的生产量将会收缩 同时也认为今后的科技产业监管 是大势所趋 而认为现在自由市场机制 在科技行业目前在美国行不通 那么同业股呢 对苹果提供零配件一些公司 也是应声走跌 标准PRO500指出当中 38%的成分股已经进入熊市 而三大指出11月份到目前 是走为负面的跌势 那么盘中又公布了房间相关的信心指数 也是呈现下跌的趋势 所以房间类股也是跟随走低 另外影响市场情绪的 仍然是中美贸易的前景 那么在APEC会上 中美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员的讲话 使市场又忧虑今后在1月份 可能还会有关税升温的 这样一个负面因素出台 所以波音飞机公司跌幅惨重 对道指造成负面拖累 虽然石油价格在星期一 略非呈现一个小幅上升 投资人士预期欧派克在开会时 可能会决定减产 油价收盘上升30美分57块07一桶作收 同时美国10年长债的收益率 也是呈现下降 因为资金出来股市进入债券市场 避险心态相当浓厚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富豪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11月17日晚由美国西洋红艺术团 Lum Color美国公司联合主办 AMTV全美电视台 维生传媒协办 仁爱医学美容冠名的 高晓松黄字作品音乐会 在美国洛杉矶保德温公园市 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来自全美各地的高晓松的粉丝们 齐聚一堂欣赏了高晓松和黄字先生的 经典音乐作品 由西洋红艺术团大合唱上班族 拉开音乐会的序幕 音乐会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场是高晓松创作 并流行于90年代的经典作品 如同桌的你 流浪歌手的情人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白衣飘飘的年代等 高晓松随后走上舞台 和表妹江华演唱了 男女生二重唱青春舞悔 熟悉的旋律 让在场的观众仿佛回到了校园青春的岁月 音乐会下半部分则由 西洋红艺术团和LA女子音乐坊 以及男中英歌唱家李韵宽 演唱了黄字先生的 西风的话 思香 花飞花等经典作品 我们青春的岁月和记忆呢 基本因为高晓松的校园歌曲 让我们觉得值得珍惜 所以这个缘分呢 就是让我们这一代人 我跟小松同龄人了 基本上 还有一个呢 这是我希望非常期待的 跟小松参加这次音乐会 为什么呢 我期待的是高晓松呢 当人生的下半场呢 他懂取舍 自进退 这就是我们下半 我们这一代人下半场需要做的事情 方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 11月17日 2018国际营养专题研讨会 在提湖山海景度假村盛大举行 来自中国 严如玉的600名国际商务代表团 与美国著名的营养专家 围绕国际最新保健流行趋势 最新食品营养研究 女性健康与健康盛食营养等专业领域 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探讨 致力于推动全球的营养教育 提高人们对营养知识的了解及应用 UCLA人类营养中心主任 美国著名营养学家李兆平 美国著名乳腺癌手术主导医师 Dr. Chrissy Funk 美国著名儿科医生Dr. Jim Sears 美国健康食品行业领袖 Thomas Ars 美国保健食品膳食补充剂 行业专家Can Is It Real 等国际营养及健康专家 出席了此次会议 我们也举办这场会的目的就是说来美国 我们来学习美国的先进的这种 营养健康的方面领域的这个知识 同时的话呢 也通过我们研究域的创新的科技 和我们新型的这种营销的渠道 把我们的这个好的产品和好的营销的模式 来去跟美国的更好的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相结合 我们会跟美国的五个知名的保健品商 保健品品牌共同来去合作 来去推出更多适合中国的大健康的产品 同时的话呢 严如玉的话呢 也会用更好的更多的这个产品 来去服务我们中国 包括我们全球的人类 来自中国严如玉的泰科技 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 美国保健品膳食补充剂行业专家 Khan Isabel表示 泰对人体健康有很积极的影响 作为中国大健康企业代表 不管是技术还是销量 引入玉的胶原 低聚泰口服业都遥遥领先于 美国同类健康产品 推动中国泰科技的发展 普及中国泰产品 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 可能我们国内在我们中国 大部分的年轻人 都不太重视健康这个问题 亚健康的情况特别严重 那我们这一次来到美国之后 我们和很多的专家进行了交流 那这一次回去之后 我可能会举办很多的 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很多的沙龙会 我们会把这个健康的理念 去传递到 传递到我们的中国的这些姐妹们 引入玉玉集团访美 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品牌声音 向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的传奇魅力 更通过到访美国著名商业区 知名学府等一系列活动 感受美国政治与人文氛围 探索美国品牌的发展历史与愿景 为中美两国企业加强沟通 深化合作 搭建交流平台 然后利用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 所以说特别好的这个模式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产品能推向互联网 所以说给了我们这些妈妈们 再一次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 凤红卫视实习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11月25日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4点 为庆祝佛光山西来寺落成30周年 将再次举办文化艺术节活动 届时洛杉矶县政委员韩珍妮等将清零 当天在大雄宝殿西来寺各殿堂 还将特别安排一系列的艺文活动 与民众共享盛举 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 宫廷菜馆那家小馆 近日庆祝正式进驻洛杉矶两周年 青砖鸿门 鸟笼灯笼 木质桌椅 古朴亲切的中式装修 每一处都体现了对称的考究 不经意间的翠竹 吊篮 红灯笼 恍若回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该店正式进驻洛杉矶两周年 餐厅邀请食客们 前往清朝的美食之旅 特别策划了六道菜菜单 让美国的民众体验别具一格的宫廷美食 也是在一点点尝试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吃西餐都喜欢吃 比如说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菜 或者法国菜或者日餐 或者其他各个国家的风味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到美国 它可能也有一部分客人 就是需要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菜 从北京过来的主厨田勇表示 能带着中国的美食文化 飘洋过海的前来 非常让人自豪 所以就算在美国 这些食材和烹饪技法 也必须再现 味道是中国菜的一个精髓 精神 就是一个菜有没有神 其实是它的味道 能不能给你留下记忆 其实摆盘是一个 然后更好的是一个味蕾的记忆 电竞期间特别推出的菜品 包括游龙细猪 纳斧四小品 冰与火之戎 纳斧招牌菜 以及宫廷煤点等 而特别菜品中的霸王黄坛子 背后更是蕴含了历史故事 据说当年八旗大军平定中原 郑黄旗驻营在香山脚下 修身养兮 每逢正月十五 宫里就有皇上所赐钱粮 运到银子里 其中有很多是各地近凤的山珍海味 全村老少在银子口跪拜 搭起灶台精心位置 暗户每家得一大坛子 开坛香气四溢 汤色金黄 穗明黄坛子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菜品 能够让美国的民众 能够更加深一步了解 中华的饮食文化 用这个能够推广 就是两国之间的关系 国内优质的餐饮品牌走出国内 既安抚了海外游子的中国味 又能让外国朋友 领略传统的中华饮食文化 而洛杉矶的餐饮业正蓬勃发展 中国美食也在潜移默化地 重塑着本地的餐饮结构 凤凰卫视 祝小时前立涛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摄认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